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烂陀寺 将近中午 我们往那烂陀寺 那烂陀大学 一进门 您便可以感受到 昔日他微微的风采 可以想见玄奘大师时代 据说成千上万比丘 在此参学的盛况 这里曾经是为世中的道场 界贤法师的座椅仍在 是啊 似乎人人都想做那伟大的金刚座 大座狮子猴 他们一届又一届伟大的校长 世青菩萨等人 很惭愧 未能一睹他们的风采 唉 谁叫我当年名落孙山 今天人家已经不办大学 我才来 住个侧吧 我终会再来 适时地来 成群的比丘 走在这里 成黄的袈裟 在阳光下绿草中 是如此要目 又如此和谐 三位法师在树下合影 笑着说 可以盖盖人家 我们是纳烂陀大学 当年的同班同学 可不是吗 虽然是细笑之语 然而在笑语之下 却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梦 那依照戒律而建筑的 一间间疗房 那个大造大景般的东西 每一样都是如此的 扣人心弦 而谁来重整昔日的 辉煌灿烂 面对这些断圆残笔 真有惊人不见古十月 今月曾经照顾人的感慨 大家快来看 毁不掉的佛像 有这么一尊黑亮的佛像 据说异教徒屡屡破坏 但他硬是让人家破不坏 用好多牛要托他 也是拉不动 给他建个屋子 屋顶却飞走 所以他就这么静静地坐在三面墙中 右手的手指断了 鼻子也坏了 断坏的部分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启示 总觉得未说的比说的更多更深 我们能从断址的佛像明白什么 当风吹过时 那种特殊的振动 微妙的柔音 一转头看 是菩提树 多奇妙 多具有音乐性和宗教性的树啊 如果一切都是因缘 那么世尊已何因缘 在此树下成道 那烂陀寺的花 还是金黄微笑灿烂如席 但是何日这里再有大师云集 再有法因喧流 其人已成莲花去 此地空于那烂陀 中午 在那烂陀中华寺吃饭 侨胞在树下零食设造 就煮出天厨庙供 席地或旧椅吃将起来 功夫好的人不必现代厨具 不必深蒸海味材料 就可以煮出佳肴 快乐感谢的心境 什么都好吃 印度的人们好奇地欣赏我们吃饭 露出好玩的微笑 我们也欣赏他们的欣赏 大约下午两点 开始朝向菩提场 菩提盖亚 这是佛陀成道的圣地 位于盖亚城内 一路上 一路上还是看不尽的印度平原 牛车 成群的孩子 顶蓝的妇女 茅屋和落日 傍晚 落日真美 太阳是胖胖的 红扑扑的脸 仿佛探头般的 在太庙和中华寺之间 晕红了半边天 太庙的顶金碧辉煌 和中华寺的菩石 成了强烈的对比 一条乡间的小路 蜿蜒着 倒向那座佛子心中 最神圣的塔 菩提盖亚塔 金刚大绝塔 黄昏中 有好多人 有喇嘛 比丘 印度的 西藏的 泰国的 男男女女 迈向这座 屹立不动的塔 这座好不容易 才保留下来的塔 您知道 那动人的故事吗 为了保护这座塔 免于异教徒的破坏 为了后世的慧灵 当年那些虔诚的佛子 用沙土覆盖了他 让他潜藏在山丘中 就这样 今日他还处理着 照耀我们的心 站在远处望着他 想起远古的种种 来到这里 我竟然没有飞奔着去 拜倒在那儿 我按捺着一种激动的情怀 在远方静静地膜拜 在远方 我们看见塔顶 却看不到 避雕的佛像 入塔去 可以看见另一面 却不见塔尖的全景 我们被招待 住在太庙 夜里 同行的朝圣者 一个个 携带香烛和睡带 到大绝塔 准备礼拜大座通宵 刻起取证 当然 我也要去 然而 有一位法师 发烧了 我回到太庙 去为他看病 限于 菩提嘎亚大绝塔 关门的时间 今天晚上 我已不能够去 然而 我心中 没有遗憾 长期的医疗生涯 慢慢地 使我发展出了 一种思想 因为能够如愿 好好拜佛的时间 实在是太稀有了 渐渐地 在看病中 培养拜佛的心情 但愿看病如拜佛 如理 尽虚空 辩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 怀着一种 无尽的感激 与虔诚 也但愿拜佛 如同看病 看清自心的 种种病 太妙的夜 奇妙的夜 妙顶的尖 指向天空 一片虚空 太妙的眼 望向金刚塔 只是这样的 只是这样的距离 似近又远 看得见 触不着 触得着 又无法完全融合在一起 来了 又观望 观望着心 可切的波动 仰望着 仰望着虚空的黑 不晓得黑夜如何变成了白天 是在哪一个刹那 它们的界限在哪里 烦恼又如何转为菩提 明示着暗 与明 你能否不眨眼 金黄的阳光中 进入菩提 老法师用感冒的声音 勉励地解说 阿育王石柱 穆针龙王 以自身为佛陀遮雨 欲泻而成的廉池 佛陀的站立处 佛陀的精行处 我无意去记得 那是佛陀成道后第几个期 只凝视着看不见的佛陀 问着 为什么有这样的因缘 这菩提加亚美丽的花园中 五色花里看得见的佛像 只给我一个淡淡的微笑 走进这佛子心目中 最神圣的金刚大绝塔 大家一起诵念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那奇妙的共鸣回响 穿过塔尖和无始以来 一切众生的呼唤 合而为一 化入佛陀慈母般的呼唤中 仿佛溪流奔向海洋 宛如一滴奇妙的泪水 化入恒河 点燃遥远带来的两颗小蜡烛 几只支清淡的香 尽管他的光柔弱又微小 尽管他的香气也并不富裕 但是请接受他吧 亲爱的佛陀 请您用经历痛苦血泪的 兜罗免首一处 来给予他光彩 我不明白什么是功德 而我所以敢胆奉献出来 是因为您永远不会嫌弃他的微博 即使是一个贫穷的老婆婆 割下头发买来的歇水油 点燃的灯 即使是一个义无账物的老公公 破壁的裤脚撕下来献给您 您都能够接受他 一如王侯的七宝 这就是为什么 我敢于拿出我袋中的小蜡烛 这就是为什么 我每每在您跟前五体投地 虽然我很凶悍又愚痴 虽然我已经长到五尺多 然而在您面前 我还是个腼腆的孩子 在一切众生面前 也一样腼腆而怯弱 我总害怕稚气的言语 吵了他们的耳朵 害怕我粗陋的瓦 不适合他们华贵的乌 唯有在您跟前 我虽然腼腆 却最安然 因为您的心清静无比 当我在门口看您 您的眼睛如此威严 一面的忏悔不禁涌起 而当我多走几步 走进来看您 便发现那隐藏的慈悲 和无尽的包容 有一种笑容 从复杂回归到最单纯 据说 这座金刚大绝塔内的佛像 是弥勒菩萨所述的释迦佛像 由此 请看看一位圣者 如何来诠释另一位圣者 请听听一尊佛 如何赞叹另一尊佛 亲爱的朝圣者 您是否感觉得到圣者的胸怀呢 他们能雪中送炭 也能锦上天花 这里锦上天花的意义 不是谄媚 也不是屈炎腹事 我指的是对一匹锦 真诚的赞赏 并且高兴地献上一朵花 对一个佛子 雪中送炭往往不难 甚至冻死也不怕 而困难在于 当自己也有一匹锦的时候 仍然能够献上花 去完成别人的锦 是不是 我们能否忘记自己 而融入另一条小溪 而诸佛菩萨教我们的是什么呢 看看他们各方的佛菩萨 不远千里共同互持释迦佛 他们共同来演了这惊天动地的电影 这一部教育片 甚至不惜写本 不惜挨骂来演反派的角色 提佛达多 那个所谓的恶棍 是释迦佛的老师 为了成就他 特地视线来演对立的角色 多感人 又多美啊 一尊尊古佛 有的演好学生 有的演坏学生 演得天衣无缝 来衬托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男主角 可贵的是 当他们演自己的角色时 忘了他们原本是古佛 是倒架此行的菩萨 也不多说一句什么 就这样的把一部历久明星 永无止境的戏 越演越盛 演得叫人气下 然而 所有这一切 竟然只是为了您 为了我 这平凡无奇的孩子们 多幸福啊 您感觉到台上台下 打成一片吗 您感觉到 他是主角 也是配角 也是观众 您是观众 也是配角 也是主角 竟然有这种戏吗 爬到塔上去 和一位寂寞的法师相遇 他默然端详着佛像 有一种难以描摹的穿流 在他们的眼睛中 有一种振战 穿入我心里 哪一部摄影机 能够拍下那种喜悦的真情 深刻的道情 那又如一脉 西水长流 又如能够 寒荣一切的身扬 在这金刚 大绝塔的顶上 法师蹲下来 举了地上的一把沙 带着一种 含蓄 幼儿童式的微笑 他说 我们充满了感激 即使是一片叶子 一只枯枝 都想带回去 我明白 他带回去的意思 是为了不能前来的人 我们常会发现 一个抛弃名利 一个金刚会见 斩情丝的人 原来是最多情 最深情 而又能够升华超越的人 只不过他们 法为众生辟的表达 不同于凡俗的 常法为君流罢了 这些法师 从年老到年少都有 有的是寒冬的浅藏 有的是深秋的成熟 有的是盛夏的盎然 有的是初春的生机 就这样的组成了 朝圣四季交响曲 多美的乐音啊 没有一把提琴 是可以缺少的 没有一支长笛 是可以删去的 多么深知甜蜜的谐音啊 我们的释迦牟尼佛老师 他出的考题多么难 又多么快啊 在塔里面 大家才发了大愿 热情满腔的许下了诺言 才一出塔 考题就发下来了 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 不是说众生无边誓愿度吗 如何去度那个漫天要价的 纪念品小贩呢 该不是杀架才对吧 然而又该如何呢 如何去面对眼前这一排排 一支支伸长干枯的手呢 当我的口袋已经空无所有 而他们总是掏空了盆子 等待侵入 如何去满足一颗贫穷感的心呢 我不会回答 不是说烦恼无尽是远断吗 这一道考题不过难免要烦恼一下吧 我们向释迦牟尼佛老师申请学校 他老人家就毫不客气地考我们一考 我不好意思拿出成绩单 因为都是红字 还有一些是鸭蛋 我们开出不少支票 却多数是空头的 这一群健忘的孩子 常常忘了去存款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任意杀生 显寻短见 刘先生小时候生活在农村 所以从小就常常喜欢抓昆虫来玩 甚至经常伤害小动物 你看 我捏了一只小鸟 漂亮吧 这样有什么 看我捏了一匹大马 马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捏个比你们更厉害的大象 啊 猫猫虫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猫猫虫啊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去玩吧 对呀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哼 我们怎么能让这些猫猫虫吓跑呢 你们等我 看我怎么收拾它们吧 过没多久 刘小弟弟便拿了扫把和火柴 将那些猫猫虫扫在一起 然后再用火活活地把它们烧死 嘿嘿 烧死你们这些可恶的猫猫虫 天啊 你怎么能把它们烧死啊 这样很残忍耶 它们是害虫呀 我烧死它们是应该的 有什么好残忍的 刘先生小时候还经常捅蜜蜂的窝 得到蜜蜂的勇后就一条条活生生地吃掉 认为吃它们很有营养 你们看 我这里有个好东西 哎呀 这不是蜜蜂窝吗 这哪算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嘛 蜜蜂窝有什么好玩的 你们不知道吗 这里面有好吃的东西哦 好吃的东西是蜜蜂吗 才不是呢 那是什么呢 你赶快说呀 你们看 就是这个 啊 你要生吃蜜蜂的宝宝啊 你不知道呀 这个很有营养的 刘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有一回 他与朋友们去山上玩时 发现了一条蛇 正往一个洞穴里头钻 啊 有蛇 在哪里 在哪里 你们看 它在那里 哇 这条蛇可真不小啊 大家要小心点哦 不要被它咬到了 不就是一条蛇吗 有什么好可怕的 看我怎么把它打死 还想跑 看你往哪里跑 那条蛇正要抓回洞里的时候 却一不小心把自己卡在了洞口 年轻的刘先生 便用木棍使劲地打它 然后又将它从洞口中拉了出来 哈哈 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你跑不了了吧 你别打它了 它都快死了 是啊 它太可怜了 你就放过它吧 放过它 那怎么行 村子里可是有人会买这条蛇的 我要把它卖掉 就有钱可以买好吃的东西了 年轻的刘先生 把这条蛇卖给了村里的人 拿到钱后 便去买了包饼干回家吃 儿子 你怎么有钱买饼干吃呢 妈 我今天打死了一条蛇 我把那条蛇卖了 换钱买饼干吃 儿子 你怎么能杀生呢 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了 杀生是很大的罪业 它会让你丧失作为人应该要有的慈悲心 甚至还会害你遭到报应的 哪会遭到什么报应啊 妈妈 你又在骗我了 不准吃了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继续伤害那些小生命 妈可真的要处罚你了 年轻时候的刘先生 并没有将母亲的劝告放在心上 他仍常常伤害小动物 例如抓蝌蚪 蚯蚓来喂养鸽子 或是抓蝗虫 蟋蟀将其无马分尸 他还抓小鸟 泥鳅 烹煮来吃 刘先生小时候任意杀生 终于在长大后 杀生的果报开始一一降临在他的身上 成人后的刘先生 从来就没有开心过 而且经常莫名产生自杀的念头 小刘 你下班呢 是啊 张仪 张仪 小刘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啊 还好吧 小刘就这样 一天到晚都摆个脸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从来没见他笑过 跳下去 跳下去吧 跳下去就解脱了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只有死才能解脱这一切吗 一位学佛多年的邻居 发现刘先生似乎背负着很重的杀业 于是便来劝导他多多拜佛并行善 刘先生这才渐渐醒悟 原来自己之所以长期闷闷不乐 莫名的烦恼痛苦 都是因为缺乏对生命的爱 以及过去杀业太重的缘故 原来是这样啊 没想到我小时候因为好玩而伤害小动物 竟然会是如此严重的杀业 哎 当初我真不该没听我妈的话 我现在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 一天到晚惶恐不安 就像活在火堆里一样 虽然还没有下地狱 但是生活已经如同是在地狱了 小刘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 多多行善积德 放生 护生 弃恶从善 只要善业的力量强大 从身心彻底完全改过 一定就能挽救你的困境 就这样 刘先生开始真诚地忏悔自己所办的罪行 经常放生 广行善业 也因为他从心底踏实地 徜徉慈悲并付诸实践 渐渐地他的心境竟随之好转起来 不再郁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人在世间最大的福报 不是财富或长寿 真正的福报 是临终时不生病 头脑清除 知道到哪里去 这是真正的福报 而真正的快乐 是身心情静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没有妄想 没有执着 这个快乐 才是真正的享受 只要用信愿 只要用信愿 持民 就能得到 敬念相继 是尽踪 修行的方法 而我们凡夫众生的妄想 分别执着 就是情见 一定要真正放下 我们的佛号 才能得力 得力就相应 念佛若夹杂情见 决定不得力 所以念佛的秘诀是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当你真正一心念佛的时候 心地清静 没有一个妄念 没有夹杂 没有间断 这个时候 极心是佛 因为跟阿弥陀佛相应 然而众生 往往是偶尔一念 变成佛 第二念 又变回凡夫 会变就是烦恼 习七 妄想 妄想 执着 没有去掉 妄想 就是业障 业障 如何消除 当妄念少了 佛号自然就多了 就算不念 佛号也自然现前 这就是业障 消除的征兆 慈云灌顶法时说 消除业障 最有效 最有力量的 无过于念佛 心里常常有佛号 就是善根福德现前 业障 业障深重的人 当所有一切 金法 灿法 都不能消掉时 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消掉 可知 这一句佛号 就是大神咒 要经常念佛 念佛要在心里念 不是口里念 也不是出声才是念佛 你心里默念 想佛所做的事情 是些什么事情 也是念佛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你念十声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僧 早上起来 一张开眼睛 什么都还没有想到 先想佛 法 身 随时一佛 念佛 这样就是修行 凡是学佛 念佛 而无法往生的人 都是练习不够 运动员 运动员 勤苦练习 是为了要突破 体能的极限 修行人 修行人 精进不懈地 情修 则是要冲破 烦恼的禅妇 运动员 运动员 一再练习的精神 值得修行人效法 若能将妄想心转为念佛心 则念念成净土印 念佛心不断 妄想心便能消灭 修净土的人 平日里除定刻的礼佛念佛外 还必须听经文法 拜读祖师大德的修行法语 才能加强往生净土的信念 修净土的人 需要什么条件往生 只要你心清静 就能往生 一念清静 就一念身 念念清静 就念念身 佛教 我们随缘 而不攀缘 一切时 一切处 求身心清静 这就是修学 尽宗的秘诀 以慈爱心处事 待人 介物 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以此功德 回向净土 没有 不得往生的 念佛功德 功德在哪里 功德在清静心 真正 真正念到清静心 现前 你念佛 就有功德 如果念佛 清静心 不能现前 一边 喜妄想 一边 嘴上念佛 这样 念得再多 也没有功德 功是念佛的功夫 得 是得到清静心 所有一切法门 都是打破妄想 执着的 其中 最方便的 就是念佛法门 佛号 一句 接一句 当中 就没有妄想 也 没有执着 有执着 就执着 阿弥陀佛 不要执着别的 我们观看佛像 为何能灭罪呢 虚知我们 平时 不念佛 不看佛像 就会 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 就在造恶业 看佛的向好 则会起功尽心 对佛生起敬爱之心 就是灭罪得福 清静心 就是佛心 恢复清静心 就是做佛 众生念佛 就是念清静心 诵经也是如此 把我们的妄想 执着忘掉 专注于经文上 当下 即恢复自信 清静 从初发心 一直到成佛 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就能把心地一切污秽 洗得干干净净 雪经法长讲 向随心转 心里欢喜时 相貌就特别好看 心里不高兴时 脸部表情 立即有变化 所以我们平时 就要观佛的相貌 佛的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是殊胜庄严的 最极处 念佛没有一定的仪式 没有一定的方式 但是 有一个原则 一定要念得 让自己的心 很安静 妄念不生 这是念佛的目的 念佛就是生活 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过日子 用什么样的心态 用什么样的心态与大家相处 你用什么样的心态过日子 主是 带人 接物 归纳起来 就这一句佛号 发菩提心 就是真正发愿 求生净土 这一生中 我什么都不要 就要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都不求 只求见阿弥陀佛 这个心就是武上菩提心 老实念佛的标准 就是静念相继 什么是静 你有怀疑 就不静 有疑心 有夹杂 就不静 必须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相继念佛 就是不间断 大智度论上说 若人心中有性亲近 世人能入佛法 性亲近就是无杂念 无妄想 无疑惑 坚信不乱的以心 无疑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孩子 让妈妈再喂你一次 每当我回家看我父母 总会看看猪圈后的那棵大树 这棵枝叶茂盛的大树 总是让我想起家中曾经养过的那头母猪 那是一种特殊的情怀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 那是我家最惨淡的季节 父亲因皮重大切除了皮 失去了工作能力 大哥因三分之差 与大学无缘 母亲勿用了农药 把羊花结碎的石母稻骨 伤得颗粒不瘦 也就在那时 我因严重贫血 奄奄一息 急待输血 妈妈您别哭 我不用书血 也会好起来的 小山 妈妈会凑到钱给你书血的 谢谢妈妈 你放心 嗯 母亲话虽那么说 可是那时候 家里已经是债台高中 她实在也想不出 什么好办法 为我准备输血的钱 小山他妈哦 快到屋后猪圈里去看看吧 你家的母猪 又生小猪仔了 真的吗 真的啦 快去看看吧 这下小山可有救了 小山有救了 这只母猪的一窝小猪 生得太及时了 她也为我们家 生财有近九年 这窝小猪 不多不少 又生了七头 谢谢你 这下子可好了 我们家的小山有救了 然而小猪 需喂养三个月 才能抓去卖 而我的病情 日益加热 在小猪出生的十天里 我已病得十分虚弱 根本无法下床了 怎么办 怎么办 小山看上去 是等不到这窝小猪卖猪的时候 弟弟 你可要坚持住啊 等小猪 等小猪再卖了 就有钱给你书写了 小萱 去村庄请王土夫来 把屋后的母猪 为小山看病 为小山看病 妈 那的母猪可是我们家的生活之猪啊 再说这一窝小猪 还得要吃奶呢 是小山的病重要 还是母猪重要 啊 哎 哥哥哥去请王土夫时 母亲便在猪圈旁 架起了大宫 生火烧水 妈 我把王土夫请来了 啊 这这母猪可真瘦啊 嫂子 就算是我鸡得好了 其实 把这头母猪宰了 也没有多少肉啊 没办法 小山那孩子 还等着钱救命呢 嗯 然而母猪仿佛知道 自己将要被宰伤 任凭母亲怎么哄评 她就是 瘫坐在猪圈的活动 来 过来喝豆浆呢 哦 就让她再给小猪仔们 喂一次奶吧 嗯 一阵损奶以后 有部分的小猪已吃饱 散开奔跑稀懒 然而母猪仍在不停地 呼吱呼吱粗奶 直到最后一只猪仔 离开她的胸怀时 她才爬起来 慢慢地走向猪圈的栅栏边 太感人了 我从来还没有见过 如此通人性的母猪 啊 她这是怎么了 她这是要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种情况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原来母猪想借助奔跑 催出奶只 好在给她的宝贝们 喂一次 然而 任随母猪 到底发出忽丝忽丝的催奶声 小猪们也无度于衷 妈 求求你 别杀母猪好吗 小山的病 由我来想办法 啊 哎 这头猪太痛人性了 不能杀 杀这样的猪 会造报应的 嗯 后来 我因输血而得救了 那是我哥输给我的一袋血 母猪又为我家生了七八窝小猪 在最后一次生小猪时 母猪因难产而死 我们一家人默默留了 最后母亲建议 把她埋在猪圈后的大树下 母爱是何其伟大 当这头母猪知道自己即将被宰杀时 竟想一次又一次地给小猪们喂奶 在面对死亡 她只想着自己的孩子是否能够存活下去 在这里 我恳求大家吃素吧 不要因为我们短暂的考虑 而牺牲其他生命的父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